好.. 下午都好了 咚咚咚咚 什麼事啊? 呃咚咚咚 採餘時間50秒 日粒羊子力盡 這是我 allow 無相考第三次 沒有力罪割的? 沒開grid 2秒了 就力盡 2秒就很難 大家是DIY10 不要回答 不懂得讀,很複雜 什麼伊克西雍傳說 好笑話 其實這套東西是日本一隻 online game 背景設定 然後將它動畫化 那隻不是mhf 那隻不是mhf 不是,藍章是mhs 不過他又不知為何 拖了一個人,mhf沒有關係 那是IsoSager 大概記得這個名字 我聽過這個遊戲,沒有玩過 然後用這套名字 加了DT 很喜歡 將它動畫化 其實一開始就說 我一開始看這套 他的故事也是一樣 故事就是講一個 HR-161的 玩家 記住,日本就是HR-199 三百多次玩,一階都是 所以HR-19多是很廢的 即是新手了 火屎我不懂用,用工我不懂 那你知道 你都好像不懂用火屎 是啊,所以跟這個樣子 接著就講一個故事 他在打這個二次mhs 的遊戲 現在CAPCON來講 自己宣傳自己很正常的一件事 突然之間被裡面一個虛擬的女角搭 然後他就說 終於找到女朋友 可以脫離同正 當然是一個虛擬的女朋友 而且脫離同正這件事就算了吧 一個虛擬的女角 他就想到 他說他立即搭車過去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在東京 其實身宿都沒問題 或者在哪裡我都沒問題 其實他已經是想立即搭過去 他已經是想立即搭過去 他見到一個麒麟莊 玩耳之的人會知道 然後 然後女角就問他 你是不是可以答應我一些 條件的東西 好像是類似 很危險的開始 然後他就說 一刻看到女角 有求於他 立即把她反應 然後突然之間 鏡頭一轉 就去到這個異世界了 但異世界不是魔狠 在這個世界 差不多 做了四集 都未知為何會挑選男主角 Level Mile這件事不重要 很重要 即是你要玩魔盜ucking 又拖曬魔盜世界 這些是精神奫律 但是男主角意境 他不是拖曬他 是貓車的 那靈史為何去擋 且為何對賺人走 那我怎知道 總之是不足ка 是好像是 pää少人 對又一樣 肯定很大 其實這個人說 有些人說過的,男主角叫阿楓火 火風鉗,是不是刀鉗 其實這名字的翻譯,他的名字叫CAPCON 如果他用回... 對面有CONG是CONG,但CAP就... 雖然他用了另一個寫法 但如果用回日文另一個寫法 他的名字代表就是CAPCON 他是一個CAPCON的代言人 童貞,糟了,CAPCON是DDT 不得不提,我們在說DT,DT,DT究竟是什麼呢? 戰士的稱號,寫著這個寫字的稱號 讀就讀是童貞 有些農藥叫DDT,但不用了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DT就是童貞,他的意思是 縮寫 那傳射是什麼? 不知道喔,我都不認識 不知道什麼,英文宿寺還是密宿寺 密宿寺有些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喔 試一下他的作出來,不理他 DT的意思 然後就說,男主角 一進入這個世界之後就激到一位很強大的 不是,你要說明他是提帶著這個家居十大兵器之一 想進入二世界的 那個兵器就叫做摺椅的朋友 電腦椅 不是 他就跟電腦椅一起進入到這個二世界 然後他從這個幾萬米的高空垂直掉下去 然後剛剛好就押住了一個 激殺蟲 押住了一個追殺公主的一個敵光將領 然後整個就躺下 那個將領就這樣被他打敗了 但沒有死,是成為勇者 激中正中間 所以那個人應該死了 那個將領是沒有死的 這套東西暫時說這套東西也是沒有死的 這套東西也是沒有死的 然後因為這樣 公主就見到這個二世界 其實要先說 這個公主準備要嫁去皇城 和另一個勢力的人 進行一場政治婚姻 這個公主好像只有九歲 對,九歲 八歲 Wiki寫八歲 多得一個 Means 九歲 然後他的身旁是有兩個 Watch 首先 egt明 一男一女 herical 他 passengers 一個就是詩詩 即是黎聲和詩詩 一個即是詩詩 類似詩絲的愛爭 但他就是一個男人 而且他是有空的 我想是這些 標準那些網絡人妖 한다 這套東西台立ende 就� logged是複村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福山就是那個角色 一開始你會聽到 哇 發聲這麼奇怪 明明是一個女角色 為什麼發聲這麼男人呢 然後他一開始介紹自己的時候 他已經告訴你 其實我是一個男人來的 但不明為什麼這個男人有胸 他跟DK說 自世界的男人 網路遊戲正常 男玩家用女角色正常 這個漢點就是 福山他配這個角色 他很多時候就會馬上切換聲音 用老老秀的聲音 要不就是用比較尖的聲音 去假裝女人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他假裝得很開心 我覺得他也很興奮 這兩位護衛就要護送公主 去進行這場政治婚姻 然後有一些反對派的勢力 就叫做主戰派的人 就想殺了公主他 等這場婚姻就流產 兩個國家就可以打 然後反抗軍那邊就派出了 一個簡直是聲有陣營性的軍隊 他戴口的就是神國浩士 美與貴寧村見一燦田之 KT是不是來的 KT是一個齋項滅出田 然後就是男主角出現 導致那位將來護報之後 我被一個很奇怪的男人打敗 大陸沒有 因為其實他講到就是 被他打敗那個人 應該說 其實他也是一個 應該說 有這麼少實力水平的話 既然可以打敗他的話 應該一定有一定的實力水平 然後就要親自出馬 很合理的推斷 然後他就說 既然是這樣 我對這個男人開始有點興趣 我就要親自 很BL 親自下場去試一下他 究竟他的實力有多厲害 親自下場都是前戲 全部人都參與 鬥一個打 就是 誰就是插死旗呢 他不帶軍島去的統帥 他又帶軍島去 然後他就想到 他就佈了一個局 在城裏面 就特意剩下一個出口位 那裡 接著 男主角 一眾人 經過那時候 就自己一個人走出來 單挑這個 這幾個 什麼單挑三個人 那裡 他一個單挑 他一個單挑 然後就說 我一早就佈了這個局 在等你了 最後的舞台已經佈了 叫有智慧 叫有智慧 然後就 拿著一把劍 他裡面有一個設定 就是那把劍 類似一種叫做 保魔力的設定 類似一種叫做 保魔力 坐氣而已 坐氣三段而已 一開始就一擊 已經將其他兩位護衛 打敗了 然後就只剩下主角 跟他正面的對決 隻臭隻 又可以 沒錯 主角用什麼武器 一把廢劍 木刀 第一次就斷了 因為他最強的兵器 電腦椅子已經遺留在荒野 沒有武器 所以要拿一把廢劍 不要緊 因為他在城鎮裡面 他買了一對城鎮裡面 最貴的鞋 那隻鞋好像是龍 龍之緊身鞋 龍之緊身鞋 可以大家聽回美少女夢工場樹齡的親身演繹 補充一下 那雙鞋 比較像恐怖龍裝束 鞋尖 會有隻 恐怖龍裝 是這樣的 然後 為什麼會有錢賣 公主賣給他 因為他很大 不是 他是穿了鞋 好像沒有穿鞋 拖一下 拖下去 又是世界 他沒有穿鞋 所以他不應該把電腦扔掉 神哥浩子打算用絕拖去對付這位男主角的時候 當然絕拖是需要儲氣 需要擺姿勢 還有需要喊拖式名 在這個時候有大劍 其實男主角都很不遵守這個遊戲規 通常你說 喊拖在儲氣是不准的 還有變身畫面 男主角就是被人這樣拉斜了 要拉回你 他就是在人家儲氣 然後一眼瞭音 就將他完美的擊倒了 不是 你這個演繹不好 大家應該用動態的演繹就是 學武功 第一步當然是學摘馬 尤其是你拿著一把大型武器要儲氣的時候 當然是雙腳抹開 儲好地擺姿勢在地上 兩隻腳抹出一個大約120度的角度 中門大開任人擊 就是一個像自由球一樣的死角 一眼兜下去的話 嗯 完美入球 一靈 然後這樣就打低了神谷 喂 是一靈而已 記住 是一和零 你讓我說完 然後呢 男主角這些 真是打開機了 然後他就乘機 在他暈了的時間 就把那位神谷的那把神 叫做有回 不知道什麼的劍 總之 魔力嘛 有把可以驅動魔力的劍 就拿走 正常 真是 不是啊 打水要玩家當然是撿他的道具 然後鏡頭一轉 就已經說到神谷被人送去醫院了 起床之後 好像又沒有什麼 然後醫生突然間進來 然後跟他說 裡面已經沒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有一個 然後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然後在神谷後面的畫面 就有一個 兩個 兩個顆顆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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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做金雲片的銀雲 也是在做這集 大家可以回去看 金雲啊 不是銀雲啊 然後導致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神谷在 神谷跟著 雙魚 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 很快雙魚 就算爆了一顆 不是啊 是伏仇嘛 對 然後第三集就是 說他的一個伏仇戰 他很厲害 他的伏仇戰 是開一輛炭 正常 他還敢出來 哈哈 不算了 魔吞4真的有的 這個什麼 什麼火龍車 在這個伏仇戰裡面 當然神谷拿著一輛 坦克車 去對付這個男主角 拿著他那輛 戰利品的劍 開頭 其實看到就是 好像完全是絕望的形勢 但是究竟為什麼 可以用一個戰車 可以打不低這個男主角呢 原因就是 因為 他沒有了一顆 哇 沒有了平衡感 不用瞄準 射不到 因為 叫做什麼呢 神谷說的就是 他的 完美的 完美的平衡感 就是因為 沒有了一邊 令他的平衡感被破壞了 對著他射不准 射不到 而他的對質 用一個 瞄準 瞄準 都會產生這個 弦 證明要手道瞄準 左傾 沒錯 是左傾 左傾 他就能夠使用這把劍 但是 這把劍 最後變成了一把 劍鎚 劍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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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鎚 是鎚 是鎚來的 然後 把這個坦克 爆了坦克 然後 神谷說 我真正的實力 坦克其實不是他的真正力 大家要明白 這個真的是 大哥的Face 1 Face 2 他就要下車跟他打 第二點 很正常的一件事 肉體怎麼都不夠 神谷 然後 神谷 再次向這個男主角挑戰 因為 他的另一邊沒有了原因 他的平衡感 又被破壞了原因 所以他的實力大打折球 然後 他的實力沒有打折球 但是 他瞄準能力 索特能力 變得極低 低到負數 然後 主角瞄準這一瞬間 他大肯 自出一跳 善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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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主角真的好毒 鏡頭再一轉 再次回到醫院 阿彌 以及他床 里面 沒有錯 然後 然後 那一個 吸血鬼同盟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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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妹 經常說我的本身 他現在說我半身已經沒有了 因為我半身也沒有了 那應該是OK的 他是在平衡回來 是啊,平衡回來 殘落的命運 還沒離開這個神谷 然後他第四集 現在還沒做的,但第四集 他回去見他還沒分齊 這就是你的故事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裏 神谷是甚麼? 郵輪很可憐 不要緊,我們看AGE都可以這樣看 快點回去看 不是,AGE都是神谷最光口 這套東西其實 第一集他也有 其實他那首主題曲 其實是一首韋歌 不是,你看這些字幕 很正式、很熱血的 但是錶音版就是你的意思 因為他最初就說 我記得最第一句 請剝奪我的戰士 戰士的稱號 但其實戰士 其實DD 他轉了領那個字 其實就是同聲 不是 我想跟你一起 我要跟主君別離 我想跟你一起 然後我要跟右手別離 類似的東西 你看到兩個意思 你看到兩個意思 就覺得這首歌簡直是 還有那群男星 如果有看的 那群男星 其實都是有點變態 所以我覺得他們 這套東西是很爽的 嘩 上次貧窮受看守 打游師 不是,他這些都 這些都幾這些 然後 其實呢 男主角的稱號 就是因為 這幾場大戰之後 他被人稱為DT 其實DT 其實是他自己 從口中衝出來的 他在那裡 就是解釋自己 是同聲的意思 然後現在就變成他的稱號 而神哥就是沒有 而神哥就是沒有 而神哥就是沒有了兩隻彈 而… 沒有了兩隻彈 去街市 趙神來說 沒有彈和ED是沒有關係的 是的 然後呢 其實呢 OP那首歌就是講這個 童晶 而ED那首歌呢 他ED的意思就是 楊偉 ED是楊偉嗎 他解釋是楊偉 他這樣解釋 我不知道真正是怎樣 不知道 其實這個就是 似阿神谷的角色 其實就是 那他不是楊偉 那些東西沒有餡 那些東西 那個operation正常 不容 應該不容 不是楊偉 不容 不知道啦 他這樣說 這些就這些 不管他啦 這個故事 真的 沒有介紹錯 我都叫你去看 其實呢 我看第一集 我看了一半的時候 我覺得很無聊 很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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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阿M介紹 看下去啦 好正的 我沒有說好正 我的位置挺有趣的 你看 然後呢 都看下去 看看 究竟說些什麼 都叫奇幻故事 假假地都 一看裡面 原來全部角色都有餅 男主經常說 要脫離DT 但問題是整套東西 都是男人 唯一的女人 又公主要嫁出來 沒有被搞的 那就是尾督庭 沒有DT 唯一的 是未第二聖精出現的公主 應該說 總之那個公主不能搞 但整套男人跟他交合 是不會有結果的 你都是DT 他可以走光源氏計劃的 不是 三十歲保健體育畫 可以找Mary做破處 破崇禎 但是明顯 大家這樣聽 明顯這套東西 根本就是一套正經的動畫 他也說 跟其他動畫一樣正經 就沒有意思 哪一套 剛才你們說 這套不是這樣解釋的 他這套是歌詞這樣說的 你說Ending 這套是另一套 這套是特地說的 這套是胡鬧向的 其實這套 我覺得第二男主角 一定是神谷這位角色 他是男人來的嗎 他還是男人來的 第二男主角不是CC嗎 不是 他的角色分開兩項 一個悲慘的命運 就是由神谷去擔當 他是做坦的 其實這套是很猥瑣的 其實這套是很猥瑣的 但是你說得很興奮 我沒有興奮 我笑了 其實這套是想不去掛十八禁的 其實也不用 他是一個叫做 喂 銀魂六七點播 有什麼所謂 是搞笑的方式 但是叫做什麼 他把 現在其實上面一些人 改圖的最健康 就是神谷那個角色 爆彈彈一下那個 那個形象就是一顆金色 好像冰彈波一樣的東西 突然爆絲的爆開了 煙花璀璨 這套是另一套黑馬來的 在這些搞笑的位置上 他玩得很盡 大家如果有認識這班男生 其實他們 我覺得是差在無 有一個很正常的 有一個很正常的 這套黑馬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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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正常的 他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這樣才是正常的 所以其實這套黑馬來的 其實叫做什麼呢 如果 如果 你說聽男生的 大家會聽得很爽 因為他們這班人 簡直是完全沒有了限制 因為他們說的對白 其實有時候說 好像在神谷第一顆蛋爆了的時候 整班安慰 整班受安慰他們的時候 然後就很不覺意 因為其實他們未知道 神谷沒有了一顆蛋 然後他們就不斷說 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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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探啊 有一個探啊 你看到這套黑馬來的 我覺得其實 與其說 他是給我們看 不如說 他是給那幫男生勾 去玩的 不知道啦 神功記得了這麼多人 雖然你說 不要理劇情 劇情真的很無厘 這套黑馬來的 不能夠用劇情 有邏輯這套黑馬來的 這套黑馬來的 是沒有邏輯的 但是聽得很爽 但是 你看到什麼 那些叫本季最強笑番 搞笑劇情來講 我覺得 矮硬說得沒有 你真的可能是 本季最強笑番 好笑就未必定 看第三集 其實有點悶 可能好像創性那樣 爆點 可能一兩集很爆 但中間可能很悶 我們未知道 這件事就看一期了 到神谷的故事完結 究竟其他男生有的角色 究竟有沒有其他悲慘的命運 那套黑馬來的 很簡單 為什麼會這樣說 絕對是有根據 因為神谷的可數性 現在是零 因為他已經沒有小月 就可以爆發了 所以就要換人了 看看其他人 有什麼悲慘的命運 叫做人是假的 這套東西之後 無論是神谷好事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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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參田似王 和寧村建一 神容裡面 你已經看到 那些男生有幾個問題 寧村建一 不要搞他 人家是假的結婚 不爆肉 我們不得不提一個 還有一個 謎之類的角色 就是每次的 奇良裝 臨到ending前 都會出現的 新谷娘子的角色 以一個搞笑元素來說 即是他 叫做什麼呢 他將一些男性的 即是 我覺得其實 猥瑣 你只看回這套東西 他真的猥瑣 但他表現出來 你會覺得是搞笑 即是他 表現手法就是 即是銀魂的Fan 即是銀魂的Fan 不是銀魂 現在做這個金雲編 是做不到你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那顆彈 是變成鋼鐵螺絲 是不可以踢 八大可以整個插出來 放在桌面 正常的 銀魂的下面那個 是六角螺絲 對 我覺得很正常 會發光 我覺得很正常 當然 你說你那一點 就是 阿福生的這個 這個男女 這個不男女的角色 動畫來說 他講話那裡 我覺得挺有趣 他配合了一個劇情 突然說一些很正經的事情 他就特意用回到老初把聲 即是落差很大 但看上去那個娛樂性 是挺豐富的 而且你有知道 那些聲優的東西 是挺豐富的 總之這套東西 看聲優的表現 沒錯 那我們就 下一集